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哥 大哥 报告我去 来不及了 咱们人啊 在空村附近 发现可疑妇人 怀疑是窦娘三姐 确定吗 就职不太敢确定 也不敢过去去问 怕吓着她 要不 再过去问问 喂 妈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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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吴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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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怎么跑回来了 冬娘呢 你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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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你给抓住了 今天晚上啊 我又可以美美的菜顿了 他奶奶的 追了你一天 好不容易把你抓住了 又让你给跑了 行了 现在看来不管冬娘在哪儿 她也肯定 着急地到处找你呢 我知道 所以 我就想回去看看 但是 我又不敢进去 我还怕鱼团长他们派人在那儿守着 万一要是把我抓去 是不是就可以叫着号的 把窦里逼出来了 我跟你说你想得太对了 就在你们家的门口 那就有鬼子派的兵 你现在回去那就是自导罗 那咋办呢 怎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你先跟我走 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藏起来 去哪儿啊 不等豆了 豆没那么傻 她不会那么容易就回来的 不用了 沈小宁 吴甘 我还是想回去看看 万一豆是回来了呢 要不这样吧 我走的时候做了记号 在那门上拴了个绳 那豆是回来的那时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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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眼睛没看错吧 她怎么会跟单兵子叫在一起呢 我告诉你 在你们家门口 那也有我派的人 只要一有豆的消息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 好不好 咱们走吧 走吧 鸡 我的鸡 这么快就让人给烤了 她奶奶的啊 谁这么大胆敢吃我的鸡 嗯 前阵子 都说不用等了 现在还得等 总是我们俩倒霉 这不为别的 还不是为你点赏钱吗 只要等到秦宗养院了 那也有五十块打一道 等到她姐 那也有三十块 你想想啊 那得多少个月的局限 来来来 吃鸡 我没心情 二伟兵你 别别别别 二伟兵爷 别误会 别误会 我刚才好像听你们说 要看见什么人有赏 我看见秦豆娘的三姐了 就是刚才 追账 你叫我有事 你不要觉得 这事很蹊跷吧 我认为 一定是胡甘在考虑 你是说 在凉凤波上 即便是绕山巡查 也应该在听到枪声的第一时间 进行查找和增举 可为什么 偏偏要等到共将逃离后 才与我们会合 你不觉得 这事很奇怪吗 你的意思是 无干自公的 他不是 这点我可以认定 如果 至于他通不通共 这事就有待可查了 对象 这件事情应该告诉余国明 余国明 他就是一只老乌鲁 他最愿意做的 就是坐山关护的 看到我 和胡甘 相互制约 相互攀比 他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话 除非 我们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在上 陆军 我们什么也不会说 陆军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派人秘密跟踪我干 他的一举一动都向我们回报 陆军 陆军 队长 你为什么 还是不明白 我到底想干什么 与其找人跟走 还不 直接干掉他 这个人 必须除掉 否则 会影响到我们的使命和任务 只要杀掉他 才可以洗刷 我长久已来得去 这都睡了快两天了 怎么办啊 汪先生不都说了吗 曹大叔已经脱离危险了 只是毕竟身上中了一枪嘛 流了那么多的血 昏睡两天也是正常的 你就别太担心了 趁现在这时间 你不如给我讲讲你们这个 地 地下 地下交通站 对 地下交通站的事 我们这个地下交通站呢 一共有三个人 汪先生 黄玉 还有我 汪先生是南方人 有大学问 自己有祖传的医术不说 还会吸引 汪先生是最早加入组织的 小日本投降以后 汪先生就被派到这儿 做我们关道镇地下交通站 和地下医院的负责人 好嘞 马五呢 是个孤儿 爹娘走得早 小时候得了麻风 是老汪救了他 把他给治好了 而且还收留他的 所以老汪对马五是有栽造之恩的 马五对老汪也是忠心耕耕 马五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没 黄玉啊 参加革命比较早 抗战时期啊 就参加了西蒙会 应该是一个 有丰富经验的地下工作者 咱们这儿啊 原来不叫田击诊所 优优独播剧场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少 任务重 就会出现一伤的情况 来 进来 还行吧 这个地方僻静 安全 就是很长时间没住人 有点脏 你自己好好收拾一下 不干 我住哪儿都行 我现在顾不上自个儿了 我就是担心豆 它到底在哪儿 它安不安全呀 行了 三姐 你放心 豆现在很好 都不知道它在哪儿 你咋知道它安全 别安慰三姐了 你看你这个人 我跟你说吧 我呀 多多少少知道豆在干什么嘛 只是我现在还没碰到呢 我一旦找到豆 我第一时间把它给你送回来 好不好 这屋子里边该有的全有 糜呀 面呀 被子 肉的 缺什么 吵什么 你跟我说 它只有一样 没事 别往外跑 不安全 知道不 大一 我给你留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对了 走了啊 把门插好 好 走 走 走 你咋还念不积极的 还在为你们组织 考察你的事担心啊 如果组织真的接纳我成为 他们中的一员 我能乐死 能连着吹五天五夜的唆呐 可是你看我现在 好像除了它 别的一无是处 你就别担心了 你现在不也正学习枪法的吗 川兄弟啊 我真羡慕你 你有那么好的枪法 这次行动还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我如果是你的话 组织肯定早就结束对我的考察 正式接纳我了 其实你想加入你们组织 也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你就别哄我了 就凭我这两把刷子怎么可能 你给你们组织拿一份透明状 就像说书说的那样 你给你们组织准备一份大礼 你的考察期也一定就结束了 大礼 我又没钱 你傻呀 谁说钱了 我意思是立一个大功 立功之后组织一高兴 一定就把你给收了 就凭我这样怎么可能立功啊 曹大叔 曹大叔 曹大叔醒了 我去哈汪医生啊 曹大叔 你醒了 等我 啥事呢 这是关刀镇的地下交通站 曹同志 你受伤了 就把你送到了这儿 汪大叔把你的伤治好了 你现在没事了 道儿 你也参加革命了 现在是共产党了 我还不是呢 对了 曹大叔 这儿的人除了汪大叔 别人都不知道我是个女娃子 我在这儿的名字叫赵春 赵春 还是和尚和嘛 那么多事 你醒了我就放心了 来 曹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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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断 别断 别痛 老曹醒了 曹大叔 谢谢你救了我 快别这么说 救治自己的同志啊 是我们的责任嘛 不过你的伤口 还需要一段时间愈合 等痊愈了 组织上决定送你去解放区 我认着 你看小钱同志 这儿 也为我牺牲了 其实我是还没错 让你们老实动众的 不必这么说 我听说你这儿子曹小泉 在解放军里工作 放心吧 用不了多久 你们父子就会见面的 来 好好养生 好好养生 放心 好好照顾老曹同志 我跟你说呀 等一会儿见到我们长官呢 别害怕 把你在树林子里面看着 都告诉我们长官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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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全上五十大学 怎么 你认识 走 来 队长 这两天 我排除的人 一直跟着吴干 但是他在兵营 我们没有下手的机会 不过 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 吴干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 我的计划是 等他下次去试围这个女人的时候 我们得下手出点的 这个围棋 有一种 叫杰杀白龙 如果要做 就要做到滴水隔了 对长发现 不 二位长官 我们在秦宗娘家守候 有个村民说 看见秦宗娘的姐姐回来过 我们看这个村民知道的还不少 就把她给领回来了 表姐姐进来 是 来 进来吧 来 进来 来 来来来 看什么呢 这我们二位长官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长官 说吧 报告长官 昨天晚上 秦宗娘的姐姐 回村了 不不不不 不是回村 是回到村口上 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村口 是离村口 还有半里多路的山坡上 不是 太决饶命 太决饶命 你很不老实了 你是个骗子 是不是先来骗你上去 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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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决 你别误会 别误会 我骗谁 也不敢大老远子跑到这儿 骗你呀 那我不是找死吗 我呀 是在城里看到了 捉拿秦宗娘的告示 说的是药犯 既然秦宗娘是药犯 那她姐姐 一定也是药犯 说到你 这 这 这 和尚 白头放下 嘿 说吧 我说 我全都说 那天晚上 我刚刚抓到了一只鸡 正在往山坡下走呢 老曹 老曹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还行 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烧鸡 快打着 老曹 你现在可正是补身子的时候 那吃是最重要的 谢谢 黄语同志 你看这次为了救我 你也差点丢了性命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不都是咱们的责任 和咱们应该做的事了 你们的组织真的很神啊 你们天天又看不到组织 可是你 还有汪大叔 还有那个小钱同志 每次一说到组织 那个样子 还有那个语气 都一模一样 那是 我们组织上 那可是有严明的纪律的 什么是纪律 你快给我讲讲 这样吧 毛主席已经重新起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关于重新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而且都已经编成歌了 这样 我跟你们俩唱唱 你们就知道 我们组织上的纪律 你到底是什么了 来啊 一二三四 革命军人 革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切行动行指挥 补调意志 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阵线 群众对我又忽悠喜欢 好帅 三家 多谢胎金大人 是我这身 彼于一 拿去 你这是啊 大阳 给我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多谢太医 多谢太医 如您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朋友 是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好 秦渡娘的家门口 一来后做秦渡娘 你得上去就打她的 没问题 我呀一定要看住她们 我的 知道知道的 打她的 明白明白的 你是在学我说话吗 我 好好地说你的汉话 是 我好好地说我的汉话 我的一定好好的表现 我终于游泳现代言了 这是 报告探索 自从上次凉风波行动 犀利以来 我们队长寝宿难安 心里习分的愧疚 为此特意整理了一套 维教共产军的计划 先给探索 说说看 是 团座请看 这里 一直有共产军的余孽在活动 它离我们河阳县距离比较遥远 我们的助理兵力也不足 导致共产军在这里很势长全 无法误定 是 我的计划是 从凉风波到关稻军 到牧阳县 以及周边的几个村落 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清讲 将共党欲网打击 好啊 那保舅再给你增派两连的兵力 配合你实施这次计划 不过 三斤 是 这次你可不要像以往一样 疑人偷服 觉得谁都是共产 抓回来一大堆人 还得挨个地筛查 费时费力 这次我要 深藏深挖 查找证据 寻根溯源 你要像胡颜掌端了沐阳县驱尾那样 好好地给我端几个想法回来 请团座放心 三斤一定尽力所为 小乡亲们 近日 共党 活动比较长绝 我关道战绝不能成为窝藏共党的 多点儿 有知情者速速上报 知情不报者保甲连坐 知情速报者赏金一千法币 好了 去 来 没什么事啊 回去几个二十吃药 王先生回来了吗 没有呢 还有病人吗 没有了 怎么了 坏了 张牌上又喊话了 举报咱同志的悬赏 知情不报的保甲连坐 什么叫连坐啊 你别管什么意思了 这样 你去把第二十的入口 再上一道伪装 同时告诉老曹和赵川外面的情况 让他们千万别发出什么动静 王先生还不回来 你说我这心 你别担心老汪了 他有的是经验 你就把那赵川给我看好了就行了 快去 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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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上马五 到我屋开个会 好 什么事啊 不知道 王先生 走吧 嗯 走 进随军又开始往这儿调兵了 看来我们的工作 得更加地隐蔽一些 前几天 牧爷向区委被围剿的时候啊 两名同志牺牲 还有几名同志啊 带着物资转移的时候 现在是下落不明 上您命令我们 让我跟郑队长一起去寻找他们 这两天我不在证所 黄宇 你就多担待一些 放心吧 现在前沿最紧俏的 就是药品和物资 孙长同志牺牲了 黄宇 希望你跟外围的同志 单线联系 紧密的配合 从中卧险 继续把调背物资的工作 开展下去 是 这里面 有一些外币和法币 我们都知道 现在最紧俏的 就是叛逆洗礼 如果能囤积 尽量多囤积一些 以便更大的暂时之需 老王 你帮我转告上级 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 够菜了 爸 这磨的还有没有了 有 想吃在那儿 装食看 咸菜呢 给我来半摊吧 我带走 您不都吃饱了吗 这前两天是大金哥 吃着拿着 这今天你又吃着拿着 咋了 你俩外头养头驴啊 我告诉你 问题那么多 小心我一脚踹死你 对了 咱这腌肉还有吗 给我来一份 还剩那么多 还剩那么多 行 都给我包上 我在马厅等你 别吃 吃 好 禁令 晏月 晏月长 您这次乱来 关道跟小小小弟怎么配合 这次我向团做杰诺王 我要把你们关道杰 牧羊县 三平县 所有的共调全部解冒 每一次的行动 我要亲自参加 从今晚开始 张牌长 这次该组合配合 我想你心里清楚 快去 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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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开 开吧 快快快 不是 给钱 不是 凭什么不给钱呀 我这儿都干了两个时辰了 我 我跟这儿干半天了 怎么回事啊 不是 我 不是 你看你这儿 你干啥 不是 你干啥 我干什么 我干半天活着给钱呀 不是 你这儿怎么惹呢 不是 我怎么就惹你了 说好让我这儿扫地 我扫半天了 不是 我就不给钱 跟这儿干活 你不给我钱 不是 你这儿给我钱 不是 你这儿给我钱 是 不是 你怎么回来啊 不是 坏子 怎么回来 不是 你说我这儿干半天了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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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 不打 你 酿了个顶 跑这儿的要钱来了你 不是 那我干活 你 你当兵了你就能打人 那你 你不是给我钱吗 你穿 不是 你穿好的给钱 你怎么 怎么回事啊 是你给我等他 黄玉 黄玉 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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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惊一丈 船有你不见了 黄曹 慢点啊 他给我换完药 就让我歇会儿 我那就迷迷糊糊又睡了 刚才马五来送饭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走了 你说这孩子他能去哪儿啊 黄曹 你也别着急 我们马上出去找他 你先把饭吃 来 我不吃 我要等他回来一块儿去 走吧 倒了 这怎么排不出来 连个灯都不点 要不咱回吧 明天继续跟着 别失了手把命丢了 快跑了 你们两个 知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敢问大爷是哪路英雄啊 不会是山上下来的好汉吧 好爷爷 好爷爷让命 你俩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英雄好汉 就是你爷爷 最近山上缺粮少炮的 我们就看上你这把枪吗 九九市 还带樱花的钢戳 一看就是军营里出来的 你俩也是当兵的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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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大爷 好好说 说吧 大哥 英雄是英雄 说不说 我 我 我们是被人派来打黑子的 打黑子 是撕票啊 还是寻仇啊 这个我们真不晓得 我们只知道 完事之后 拿钱走人 大哥 闭了吧 开箱动静太大 放心 说 我们是不是 是被当兵的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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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考量 东风 敬礼 班长 这人是谁呀 好像没见过 一定是严队长带来的 下午咱们院里来那么多人 你不都也没见过吗 都比咱官大 以后见着 就敬礼 请示 准没错 走吧 走 什么人 考虑 东风 把你们管事的张排长给我叫出来 是 不过 张排长出去搜查共党了 那你们这儿最大的官是谁呀 把他给我叫出来 张排长 严队长 还有两个连长都出去搜查了 现在家里只剩一个警卫班的班长了 那还不赶快把他给我叫出来 长官 您是 那个 我该怎么通报 老子是于团长派来的巡视员 你们长官没教你们 说话要立正吗 是 陈班长 陈班长 怎么回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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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于团长派来的巡视员 赵国好 赶快集合你们警卫班 徒手跑到南门外 于团长派我押运的吉仰 和补充的弹药车坏在南门外了 严队长正在抢运 人手不够 你们赶快去 是 集合 走 严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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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有一件事 正不明白 不知客 刺江峰 是 咱 咱不是说好了吗 执 执行完任务 就地安营扎寨 就地 休息 你看 咱今天都走了一百来里路了 又是围剿 又 又 又是清扎的 咋还不休息呢 那是因为 你扎营的地方 有问题 我 我选择的 那 那 那个驻扎的地方 有 又 又 又 啥问题 你看 四面淮山 有一个碗 碗 碗底 鸡鼻蜂 有速决 严队长 队长 你来告诉张派长 为什么 张派长 亏你还击倒戏格碗底 如果 我们招修了共产军的夫妻 我想 一个都跑不掉